杭州前唐区白杨街的24号大街有个金鱼关篮时代天柱小区 小区里有排屋和高层排屋区位于小区南侧 南端有一条小河 唐女士是小区高层业主也是一名业主代表 可以参加业委会的会议 她说这套东边的排屋几个月前卖给了新的业主 一位自称排屋业主代表的贾先生给业委会递交了一份提议 也是属于小区的公共绿化 之前是每年就是荷花盛开 非常美丽的 那河的那一边是属于市镇的 10月份她当时反映是说 淤泥比较臭 影响她居住 她有口头有这么一个提议 希望就是清自己家门口这条河的淤泥 然后业委会呢就是讨论了一下 就是说你要去清这个淤泥 你得有一个手续 你有施工资质 施工方案 负责人等等的 要有这一些你才可以去实行你的施工 她有没有提供这些呢 没有 唐女士提供小区业委会10月18号出具的公告 大意是 之前零和部分业主提出自己承担清屋费用 业委会表示理解和支持 不过排屋业主没有给出明确的施工方案 并且计划将淤泥堆放在小区公共绿地上 业委会表示反对 并决定暂停清淤工作 形成完善施工方案后进行公事 并取得大多数业主同意后再进行清淤工作 唐女士说前几天对方开始清淤了 那大概在一周前开始有工程车进入 把这个淤泥挖起来 然后前几天有几百米高的那个大型工程车 从公共的绿化公园里面开进来 然后对这个池塘进行浇注 感觉是像做池塘的这个围建 河底嘛 它是要用水泥这样在浇注 唐女士说除此之外 排屋门口的草坪也做了改建 这一块感觉它想造清水平台 是不是原来是草坪 对对对 草坪是你看这个 你看是到这个圆的这棵树的那一边的 并没有拓展出去那么多 那这个现象感觉就是 想利用清淤泥河道的这个时间点 然后往外推出去 挖一个自己的私家鱼塘吧 唐女士说之前排屋东面有一个草坪 之前其他业主会来这里活动散步 改造期间也围上了围栏 唐女士现场联系了贾先生 对方表示自己只是帮业主管理这套牌物 绿梨啊都是都是原有的 那么这个荷花池呢就是很臭 前面的这个水面呢基本上是干壳了 池坪本身是一个死水池 神医牌的业主大家三年三年呢就是大家一起来清淤 当时的预算呢这个清淤费用大概是300万左右 这个池坪的一部分是在红线内的 是小区业主的共有的这个地方 贾先生表示池坪还有一半是红线范围外的 不过他多方了解后还是决定牌物业主自己出钱清淤 因为等不起嘛等不起可能这里面工作上 可能确实是存在一个失误 那么在10月15号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安全生产嘛 那么做了一个施工为大 这个方案要求全体业主过半数通过才能施工 我们也认为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工程就没办法开展 贾先生说之前确实有胶筑混凝土的工程车开过来 不过这主要是和清淤泥的施工方法有关 河底的泥沙材质较为松软 挖出一部分后 河道两边的泥土容易往下塌陷 因此要用混凝土胶筑巩固河道 我们这个业主已经定了200吨的这个泰晤石 肯定做的比现在会漂亮的 荷花坛还是荷花坛 它不会不是荷花坛 没有想起它业主理解的 哎呀这个要不要成一个私家花园 或者是什么 这个管道邻居们能够理解 贾先生说至于房屋东侧的公共绿地 开发商交付时也围了一圈绿离 如果清淤工作完成后 它也会恢复原先绿离的模样 现场杭州前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 查看了相关情况后表示 河道部分还没有开始搭建实体建筑 暂时没法认定为违建 不过仍然出具一张责令改正通知书 排物业主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恢复原状并接受复查 经理表示接下来物业会配合相关部门的整改要求 督促业主整改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